帛琉学生挥舞国旗 开心全血在脸上 副总统赖清德出访帛琉第三天 和帛琉总统会数人 共同见证棒球物资捐赠仪式 并且开球 赖副总统期盼未来台博棒球合作 能够更密切 联系两国人民的感情 也成为年轻人追逐梦想的原地 胡金龙跟陈庸基 能够一起前来帛琉共和国 进行实质的棒球交流合作 我现在要送给会数人总统一样礼物 这个礼物是我们后面这一排媒体 共同努力的结果 这是他们的希望 谢谢你们来的 这是一个例子 这是一个词书 他们在最近几天的词书 陈庸基和胡金龙两位职棒选手 也随团到帛琉阿萨西棒球场 和学生球员练头开心互动 胡金龙称赞赖副总统开球投得很好 两人都很希望未来台湾 和帛琉棒球界有更多机会交流 这是有机会可以参与这个 跟帛琉这边做一些棒球的交流 希望往后可以有更多机会 可以来这边或是他们帛琉的 球员可以到台湾 做一些棒球的交流 来副总统稍早也到帛琉国家医院 建政新光医院和帛琉共和国卫生部远距医疗中心设备的捐赠仪式 他表示希望能增进帛琉民众的健康福祉 也借此促进两国邦仪更加稳固 从吴东京董事长跟胡思茂院长所率领的医疗团队 在国流共和国所做的一切 让我深深感受到 他们已经确实落实到医疗的事实 就是我们一定要竭尽所谓 奉献一切 为人类付 赖副总统结束为期三天两夜的博旅专案反抵国门 他表示已经完成总统蔡英文交付的使命 博旅是美丽文明进步有志气的国家 值得台湾民众造访 我说这些人是美丽文明的博旅